主席,各位同仁 我們NCC的彭主任委員 跟各位官員,大家午安 主席,我可不可以請那個彭主委 請彭主委 各位好 彭主委,請教 聽說你要走了是不是 是 你要辭職還是任期到 我當初答應的任期是兩年 不是你答應了,你們任期是幾年 你們任期是幾年,不是你答應的 有四年也有兩年,有幾個委員是兩年,有些委員是四年 這個兩年跟四年是怎麼決定的 我也不知道,是上面決定的 上面決定你做兩年而已是不是 沒有那個時候是 我也不知道,就是後來很奇怪 就是我們電信的男委員都兩年 女生就保障還幹嘛就給我們四年這樣 奇怪,你這樣講我們對這個NCC的組織蠻奇怪的 這裡面還有性別歧視 歧視我們男性 當時我們規劃是任期交錯制 我知道,任期交錯制應該不是性別交錯制 但是這個任期交錯制 但是怎麼會用性別來做四年兩年之分野 那另外一個任期交錯制 有的人兩年有人四年對不對 你是兩年兩年來起的就對了是不是 那四年 你是四年的,所以你這次自己辭嘛是不是 不是任期到了嗎 中間有一些溝通上面的現象 不過那個 沒有關係,你是叫除真的還是像那個楊主長除假的 我學校已經安排課程了 所以是8月1號就回 那既然是除真的講真話 不要緊 中間遇到什麼那個行政院或是立法院欺負你是不是 所以你才要走 有沒有這個事情就不要客氣講出來 那我來請教你一下 你這個應該是有四年可以做 因為你是女性 那這個四年這樣應該是比較能夠遠系 而且你是招委嘛 你是主委嘛 那你突然一換的話 又要再改 新進來的人做主委嗎 還是要舊的人做主委 我現在不太清楚 因為你們是互選住的是不是 那是我們好像 對於這個你們的主委或所謂的副主委 這個立法院好像要立法 所以要經由立法院來同意 才可以做主委或副主委 委員當然都是我們同意 我知道了 就是主委 就是你們目前是護選的嘛 是不是 對不過它這個是根據那個組織改造 中央基準法 組織基準法就是這樣子的這個發展 也就是說公平會啊 那個中選會都是這樣 自己選 內部自己選嗎 不是就都將來 將來的都往那個方向就是 好你要下台了 你告訴我 你們接著說 送到我們立法院來 由我們來同意 啊 主委副主委 那 比較好 就是由我們 我們算政治人好了 還是由你們所謂的 駐任的專家群 去護選 哪一個比較好 但是都各有利弊啦 那這個是 我想那個 研考會的同仁也在這邊 就是他們整個研考會 都是這樣設計 那我們就 依照他們 為了組織改造 而做的一些的調整啊 嗯 不是啦 我是問你個人 你是看的話 因為你已經要下台了 可以講真話嗎 我還有八次幾天 不會啦 如果你真的要走 不會再 連這個八次幾天也要再欺負你啦 所以喔 你可以講 你認為哈 你們護選 來做一個主委 你比較好做事 還是由立法委員來 承認你是主委 這比較好做事 呃 我覺得凡事是全責分明啦 因為呃 我們其實很多部分 因為是在學習 他其實當初就是 學美國那個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的這個方式啦 那 我剛剛也在講就是說 以美國來講 他走了這個75年 走到今天 那我們希望一下 那一生下來這個 卑鄙呢 他就馬上可以 像美國這個是 已經是非常成人的 這樣子的這個社會啊 我覺得其實 中間還是有一些落差啦 你說落差的意思是說 用你們自己來互選主委 是比較進步的 我們還沒有那麼進步的意思 當時我也跟蘇主委 蘇錢主委討論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當時 劉孔中委員跟蘇錢主委 都非常支持委員互選 他覺得這個是完全民主精神的 一些的展現 可是後來蘇主委認為說 在我國的國情之下 呃 事實上呃 也是有一些 他覺得可以 好謝謝 那好像你們裡面齁 專家當然說 讓我們互選 因為這是他們 他們的權利 那 做一個主委 當然我 我也可以了解說 要做一個主委 要領導這些 或是說 服務這些 委員 那還是經由他們 共同推舉 會比較 容易 來運作啦 我個人也會這樣子 但是這裡面 涉及到說 這個我不相信行政院長提名這些委員 來讓我們立法院來同意 他心中沒有一個主委的想法 我想他已經有 所以他提的委員都他提的 我們一同意他 大概還是會按照他做的去做 但是呢 我們立法委員恐怕不到爽啊 欸 你連主委都 都包辦了 那至少也要讓我們來同意一下吧 我們不同意你至少不能當主委吧 這好像是立法院跟行政院在爭這個 前例的感覺就出來 你知道 那我不大在意這一點 我在意的是說 你們這樣夾在立法院跟行政院中間 或是夾在你們專業 中間 這個你們會不會有什麼 阻礙攔險 也就是說困擾 對你會不會造成困擾啦 對未來主委會不會造成困擾 你可以講實話 要不要再講一下 我覺得還好啦 好 那再來我請教你 你這兩兩兩年來 你覺得你沒算一個獨立機關嗎 你們有受到獨立機關的那個尊重嗎 還好啊 還好 我上一次來看到你講的 因為最近有蠻多的問題 包括你們被大午安解釋說 我們NCC第一代的委員 那時候的產生 都覺得說黨政經要退出媒體 但是黨政經竟然進入媒體的管理單位 這個是蠻奇怪的啊 這個是很邏輯上很奇怪的 那當然啊 我們也覺得說這個有問題 那甚至有一件除止掉 那變成都是蠻奇怪的 所以這個NCC 坦白講 跟CNN差太多 你知道CNN 全世界具有很大的公信力 你們是空有公權力 沒有公信力 大家覺得你們都是變成政治的附庸 好像都是在半立不半然 那種感覺 好像都是在黨政經這一次 所以這個NCC我非常期待 你還有幾天 這個建立一個好的助度 比像說 當年 你有聽到一個低陶媒的事情 低陶媒的事情 有些人專家就寫得很清楚 這個怎麼會在這個電台上講到低陶媒 說有人穿低陶媒要彈儀喔 低陶媒這彈儀 當然台語就是有惡意的意思 但是這惡意是比較 我們叫民耐的惡意 就傳統說我穿得好在等你 意思是說 沒有在怕你就對了 但是 有人說 這就是要打 馬英雄 讓他操台了 可以的是調查 真的是操台 但是 當然這個人不滿 他就說 馬英九 過去做政黨領袖 說 主彈已經上堂 會讓你數得很難看 主彈叫在頭北閉起來 哪一個是比較像武器 大家都很清楚 而且 在頭北傳後 叫主彈上堂 哪一個 馬上立劍危機 很清楚 奇怪 NCC 既然門不吭聲 而且 如你這個幫兇 另外一個 最近 最近又一直要操台 很多的我們的所謂的民主電台 或是叫做那個 包括不是地下電台 也有的就是 登記有案的電台 被操的一大幅足 他用的理由 又變成說 找不到的 變成說 這是 什麼廣告不俗 這個 對藥品 療效 誇大 甚至 直接講說 吃了這個 會引起腎臟衰竭 什麼 洗腎增加 奇怪 我跟衛生署要半天資料說 是拿幾種藥 是有這樣子的情形 拿出來給我們看一看 因為你要講人家 這會引起腎臟衰竭 這是科學的用語 這不是 這不是 這叫地下病沒講 地下病 還有這情細社會用語 這個 這個你要說 人家這會引起腎臟衰竭 這個要有政績 這不能亂講的 拿出來給我們看看 再去開始起地 你可以說他誇大不俗 這個OK 你講人家說 腎臟衰竭 這個東西是很奇怪的 但是你們NCC好像也沒有管 講不好聽 大家都認為 NCC是在配偶選擇 只要選擇要到了 很怕這些電台 又批評馬英九 不聽 收買的也不聽 等等 就透過NCC 來做這種 消除這種 不乖媒體的 這樣子作為 那我是覺得說 NCC 如果是要捍衛 這個媒體的自由 他們要對這些什麼 黑手 黨政經黑手 伸到你們去 已經被大法官解釋說 不應該了 你們應該要有這個 也不可以伸到別的 像我們的那個 中國 電台 就是我們那個 在 N3那裡 也不能伸進去 也不能伸到 各個公室裡面去 也不能伸到 其他的那個 所謂地下電台裡面去 這都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所以 你在這個過程中間 充滿了一些困難 我們可以了解 我很簡單 很簡單跟那個突然報告 就是黨政軍 退出媒體 這既是本會的 基本法中間的要求 而且我從美國回來之後 就跟你們的很多的先進 一起努力 退出這個部分的 我們其實一直都在堅持 那關於那個言論的部分 其實就是美國的這個 First Amendment 這個是絕對沒有問題 藥品這個部分 這是您的專業 事實上 我們五月六號 這不必講太多了 這時候 坦白講 我做一個結論 就是說 我希望 第四權 能夠在裡面建立 我希望黨政經不要進去 而不是希望你走 我希望你不要走 但是黨政經不要介入 這個才是我們民主之府 才是第四權 我們的媒體權 能夠真正建立 那有第四權 不要淪為行政立法 現在變成好像行政立法在爭 怎麼控制你們 就是這個不好 應該是 充溫的展現一個說 我要建立一個 獨立住的第四權 來跟這三權 頂足而立 叫台灣的民主這種前途 謝謝